你有在遊戲裡看過衛生紙嗎? 插彈在新手時其實都以為它是沒有用途的物品啊 但其實這東西在某些時候很實用 大多玩家比較知道的是 在我們感冒時都會咳嗽跟打噴嚏吧 這個聲音其實是會被20到36個的殭屍聽見 聲音範圍算很廣的 一不小心就會讓殭屍發現自己的位置很危險啊 若我們把衛生紙或是紙巾裝備在副手的位置 就能抑制咳嗽打噴嚏這些聲音囉 很簡單吧 另外衛生紙也能拿來作為燃燒用的材料使用 是將毀目前版本CP值最高的燃料 每款衛生紙有32張 若拿來點燃營火能燃燒12分鐘 如果將整卷32張衛生紙添加到營火當作燃料 可以燒6個小時又24分鐘喔 衛生紙重量很輕好攜帶 拿來跟原木做比較一下 把原木添加到營火 只能燃燒6個小時 而且重量有9點很重啊 不太容易攜帶 有此差別就能知道 衛生紙很適合拿來燒 不管是要做幾道美食 啊燒焦了 還是冬天生火取暖都好用喔 嗯 往後在江毀找到衛生紙 記得隨手拿走吧 那你可能會想問 嗯這個衛生紙到底要去哪邊找的呢 我們可以在廁所的櫃子裡面 或是車輛手套箱 或車廂機率看到衛生紙 比較特別的是在殭屍毀滅工程中 會低機率出現像這樣子 整間都是衛生紙的彩蛋小屋 若你剛好找到這物質 就恭喜你實現衛生紙自由了 就說這屋主為何要囤這麼多衛生紙 這有什麼特殊的用途嗎 可能落賽啊 還是有潔癖要拿來插污垢 或是他是老闆開衛生紙工廠倒閉 只要把貨囤在家裡 嗯大家覺得咧 屋主囤衛生紙的原因 在底下留言討論吧 好啦上面正是這次的影片 感謝你的觀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點個喜歡給我的力量喔 我是卡蛋 大家下次再見了 掰掰 瑪丹尼 那是從我的臉書 我是卡丹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